台湾大选后国际各界优心 台海冲突可能升级 随着中飞船只在南海家居对峙 另一冲突点 国际专家分析似乎也在不远处酝酿 以台湾总统一词向赖清德道贺 但菲律宾总统萨马克氏 曾公开表示恪守一中原则 加拿大约克大学 沈荣庆副教授认为 飞方如此打破惯例 前所未有的称呼 似乎暗示台飞未来将有更紧密合作 对此中方强烈回应 我们建议马克思总统多读读书 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专家指出中方日前 才因飞方同意 让美方增加军事基地 南海联合巡航大表不满 如今大选期间 原先进化在一岛礁升级基建设施 转眼间竟然加码开发 九座岛礁将重点从内部防卫 转向领土防御 恐怕让印太局势更加复杂化 专家分析小马可市政府就任以来逐渐清美 如今和台湾关系 或许是小马可市想利用台飞关系暖化 向北京发出贺阻讯号 不过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示警 飞国和十多年来都在加强防御的台湾不同 如果有冲突 马尼拉将是区域安全架构中最薄弱一环 几乎无力反击中方进攻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